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辞视频 就在今天17号 我们看到美国的FBI终于出手了 他们今天逮捕了两名纽约市民 这两个人一看他们身份 你可能就要笑出声来了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就是蔡英文访问美国 还去到了纽约 现场有福建同乡会的 福建商会的这些人 他们到现场抗议 而这次抓捕的两个人 恰恰就是美国福建同乡会的主席 这两名被美国警方逮捕的男子 分别是61岁的卢建旺 和59岁的陈金平 他们两个人在家中被捕 卢建旺曾经担任纽约常乐工会会长 陈金平担任常乐工会秘书长 为什么提到常乐工会呢 这个工会是一个华人社团 华人组织 在纽约的曼哈顿 按照美国检察官的说法 说这个大楼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在其中有一层 实际上是中国驻美国的 纽约的一个派出所 一个公安局的分支机构 美国执法人员表示 这两人接受中国政府的指使 在纽约中国城 就是Chater Town 建立了海外警察站 在没有管辖权或外交批准的情况下 开展调查行动 目的是识别和压制在美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 这些行动包括定位和报告 这些批评政府的美国华裔人士 还经营巨模农场行动 对批评中国政府的团体进行网络骚扰 而中国政府的说法是 在全世界各地建立所谓的海外110 这个警察部门 它实际上是为海外的侨民服务的一个机构 它不存在其他的任务和目的 但是实际上 据美国的警方的调查并不是这样 他们实际上是中国政府 共产党当局渗透到美国社会的一个装脚 一个安插的棋子 然后从而替中国政府在美国进行执法 这种执法就是调查骚扰威胁那些持不同政见的意见人士 就是你哪怕到了美国 甚至你都入了美国国籍了 成为美国人了 他也要剥夺你的言论自由 这种做法是由中国的代理人完成的 而这代理人恰恰就是美国的华裔居民 特别是海外的华人组织的这些所谓侨领 那这两个人 他的身份是什么常乐工会 这个社团 实际上他们不只有一个社团 在网上我们还能搜到被逮捕的两个人其中之一 卢健旺 曾经还当选美国福建同乡会的 第八十届主席 这个组织前脚刚刚抗议蔡英文 然后紧接着他们的曾经的主席就被抓了 你作为一个同乡会也好 或者是任何的一个组织 华人组织 你为华人服务 为他们去提供帮助 这都是挺好的事 没有任何问题 但你非要跟一个境外的势力勾结在一起 过去中国改革开放时期 这几十年来 中美之间在经济文化 外交甚至军事方面 都有密切的合作 所以说双方有紧密的关系 在中国有很多人是亲美的 甚至是由美国的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 在中国各个行业里边 甚至做到了政府官员 高级别的官员 那么美国也有大量的中国移民 不光是进入了政界商界学界 如果对于两个盟友国家来讲 这没什么大不了 就像加拿大跟美国或者美国跟英国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甚至很多人是双重国籍 当然你双重国籍是不能够从政的 但是在其他的领域你双重国籍没有问题 你可以效忠两个国家 因为它是利益上是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的 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双方的脱钩 对立冲突的阶段了 那个改革开放已经终结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双方就要脱钩 那么脱钩的过程中 实际上就是各自都在内部要清理门户 像在中国有大量的支持改革开放的那些开明派改革派 很多人也都是跟美国有密切的往来 跟华尔街也好 跟美国的政坛也好 这政商关系都非常密切的 这一波人现在被习近平清理的已经差不多了 可以说你叫上名字来的 就是中共的高级官员里边有美国背景的 我想的就是这个易刚刚刚留任中国央行行长 因为这个职位太重要了 他需要有能力的需要懂行的人 有经验的人去担当 那习近平的那些帮子的人都是土包子 他得需要一些这方面的人才 对吧 毕竟现在脱钩还没有完成呢 中国还在想方设法的对西方表示出 我们愿意继续的改革开放这样的一个形象 所以说怎么着得留一两个对吧 但是基本上都清楚差不多了 都是开始要讲政治 开始要效忠这个党中央这个习近平了 然后呢美国这边同样的 也开始有动作了 过去你可以勾结没有问题 美国可以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当时中国是处于改革开放时期 现在明显你改革开放走不下去了 明显中国也不想继续改革开放了 要开始做大做强国企 要开始什么自力更生 要开始伟大复兴对吧 有意无意的去挑战整个国际秩序 挑战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 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 那结果可想而知 那你这个时候在已经打响了冷战的时候 你还在在美国境内去充当这个敌国 现在已经变成敌国的这个国家的代理人 那你这不是自己做出来的吧 这很明显是过去的一个一贯的做法 同时也看的是眼前的利益 而没有考虑到整个国际形势的变换 所以说他们到今天为止 居然还跑去抗议蔡英文 都什么时候了 他们是不是不读新闻呢 他没有看到中美新冷战的爆发吗 居然还去抗议蔡英文 干这种事情 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是站在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立场上 那你还能做出什么事来呢 可想而知吗 不调查你调查谁呢 当然这个调查想必是早就进行了 不是这次蔡英文访美才进行的 但是恰好在访美之后 他们出尽了风头之后 成为这个中共大外宣的 一个重要的采访素材之后 开始对他们动手 纽约布鲁克林的检察官 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讲到了 说这件事情 对他们两个人的指控 就是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共产党的政权 说你们在美国做什么 我们都知道 而且我们会阻止这一切 在美国的发生 我相信未来他们还会 逮捕更多的人 抓更多的人 而且我之前讲过 华人是最不团结的 你想知道华人社团里 内部发生点事 他们跟共产党 跟这个领事馆 跟大使馆有什么关系 特别容易 因为一定会有人出卖他们 一定会有带路党 一定会有他们眼里的汉奸 放心 一定会出现的 所以说想瞒 一定是瞒不住的 然后你还在 往枪口上撞 你还在举着五星红旗 招摇过市 那你最后的下场 真的是怪不得别人了 当然这时候 他们想起言论自由来了 然后用这个言论自由 来为自己辩护 对吧 说美国是言论自由的国家 你怎么能抓我呢 怎么能够因为我的一些行为 一些言论就抓我呢 他肯定有这种说法 虽然他们干的事 是破坏言论自由的事 是替一个独裁政府干事 但是他们却用言论自由 作为这个保护自己的武器 但问题是不好意思 你的做法是在伤害言论自由 是在迫害言论自由 这本身就已经触犯了美国的法律 而且还是在替一个敌国政府来工作 在损害美国的利益 伤害美国人的言论自由 这已经触犯了法律了 这已经不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了 我甚至认为 这都可以放在叛国罪的范畴之内了 如果中国跟美国真的是宣战了 开战了 这是正式的宣布这是敌国了 那个时候这些人都是叛国罪 毫无疑问的事 只不过还没有发生战争状态 所以呢 这个很难说他们是叛国罪 这个叛国罪是有一个条件背景的 但是这些人的行为 仍然触犯了一条法律 就叫做跨国压迫罪 FBI还专门有一个网页 来介绍这个罪行 我会把这个网页的连接发上来 大家在这个网页上面 还可以找到举报的方式 其中包括这个FBI的网站 在线举报 还可以联络FBI当地的办事处 以及打电话 在美国充当中国政府的代理人 去限制他人的言论自由 去剥夺他人的合法权益 这都可以被看作是跨境压迫 或者跨国压迫罪 FBI也鼓励大家 看到这样的情况就积极的举报 捍卫美国的公民社会和言论自由 不受到中国的侵犯 美国政府除了抓了这两名侨领 对付这些在美国的统战组织以外 他们还公布了两项刑事诉讼 也是关于中国渗透美国的 他们一口气就起诉了44名中国人 其中有40人都是中国公安部的警察 其中有34人是北京公安局的 另外还有两名中国网信办的官员 这是由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案件 说这些人对美国境内的居民进行跨国镇压行为 就刚才说的这个罪行 说这些美国居民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反对的言行 比如说在中国实行民主 就是这些境外的反共人士 异议人士遭到中国的手 这个伸向了美国去对付他们 我们看美国司法部说 在这两起案件当中 被告设立和使用虚假的社交媒体账号 以骚扰和恐吓居住在海外的中国的异见人士 并且压制这些异见人士 在美国的电信公司平台上的言论自由 就是海外的反共人士用Zoom去开会 结果中国的公安部门 跟这个Zoom这个美国软件 在中国的高管去密谋 然后去把他们的这个会议关停 然后找出他们的身份 就是限制他们的言论自由 北京公安局成立了一个叫912专项行动组 他们的目标就是对准全世界各地的反共的异议人士 首先这个工作组在推特上面 设立了数千个虚假的人物 就是一些虚假账号 然后通过网络骚扰跟威胁 来打击这些华裔的异议人士 那么他们同时还散播 中国政府的宣传和叙事 并且反驳那些华裔的异议人士 他们所支持民主的言论 同时他们还通过这个社交账号 去张贴中国官方的内容 另外他们还追踪组内成员 完成网络任务的业绩 如果这个成员能够成功操作多个网络人物 而不被这个平台发现的话 还受到奖励 另外刚才提到的那个Zoom的中国高管 他的名字叫做金辛江 去年12月美国就已经对他提出了刑事指控 我们看FBI的官员说 这些案例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再次的试图恐吓 骚扰和压制美国境内的华人异议人士 他说在美国言论自由是我们民主的基石 FBI将坚持不懈的捍卫每个人自由发言 而无惧中共报复的权利 这些复杂的调查暴露了整个公安部范围 来利用美国的通信平台和虚假社交账号 来审查政治和宗教言论 以此来压制个人的企图 美国这次的出手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等于是在美国你再想继续的去渗透 去充当中共代理人 你就将会面临刑事指控 美国不会再轻饶你 不会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那么之前呢 这个海外的110也开到了加拿大 开到了欧洲 加拿大的这个皇家骑警 他们说正在调查 一直是正在调查 现在我们还没有什么结果 但是我们看到了美国的政府的出手 相信也会给加拿大政府一个 榜样 他们应该也更敢于去这么做 所以说中国在海外的渗透越来越难 当然了就像我一开始讲的 其他国家对于对中国的渗透也越来越难了 你在中国还替美国说话 还替改革开放说话 还想拥抱西方资本 那一定会被打成汉奸走狗卖国贼 都不用政府出手 五毛粉红就把你喷死了 而现在西方警惕甚至出手 对付中共的渗透跟威胁 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 那些所谓的侨领们 那些跟中共的大外宣 统战组织 一个鼻子拱出气的 所谓华人社团 应该对自己的行为 好好掂量掂量了 如果他们仍然是觉得 自己出自爱国情怀的话 那真的要问一句 你们到底爱的是哪个国 如果他们只是为了眼前的小恩小惠 中共领事馆那点经费的话 那么必然会遭到 所有追求自由和民主人士的 共同讨伐 这些国家都是法治国家 我相信只要民意存在 就一定会立法 只要立法 就一定会对他们出手 现在美国走在了 全世界的最前面 好 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